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5月7号到12号出席俄罗斯纪念魏国战争胜利70周年庆典 并访问俄罗斯哈萨克斯坦白俄罗斯三国 5月8号在莫斯科举行的庆典活动以及中俄两国元首峰会将是重头戏 同时中俄两国即将在地中海举行的联合军演也引起世界的关注 下面我们就连线美国之音 驻莫斯科特约记者白话请他来谈谈这次习近平的俄罗斯之行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白话 徐伯你好 你好白话 俄罗斯这一次习近平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这一次访问俄罗斯都有哪些主要看点 双方都会签署哪些重要的文件呢 白话 这次习近平访问是这个前苏联的三个国家 等于就是说习近平去这个前苏联地区访问 可以说呢 中国对这个前苏联地区的重视 另外也反映出呢 就是中国对这个前苏联地区的影响力在进一步的扩大 当然呢 俄罗斯呢 对在习近平这次出行当中是最重要的这一个国家 那么俄罗斯的总统的外交顾问乌莎科夫他说的 大约双方能签署这个40多个文件 目前媒体透露出来的消息呢 这些文件的主要涉及在这个 中国投入很多这个资金 从莫斯科建一条高速铁路到这个 达达斯坦共和国的首府喀山 那么这条铁路呢 俄罗斯的许多分析人士认为 这条铁路这个是不是能盈利呢 这是一个问题 另外一个呢 就是俄罗斯内部的一些批评人士 反对派人士 他们认为这个资金呢 如何运用 是不是会在这个过程当中出现这个贪污腐败的现象呢 这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 另外呢就是俄罗斯和中国呢 有一个项目就是共同开发研制这个重型直升飞机 就是在米26直升飞机基础上呢 来开发研制新款的这个直升机 也是这个中国来这个投资 当然因为这次西方国家 主要西方国家的领导人拒绝出席这个二战这个 莫斯科空场这个阅兵活动 再加上呢这个朝鲜的领导人金正恩呢 也这个不来 所以说呢可以说习近平呢 是这次这个红场阅兵活动的一个主要的这个明星 去播 好的 另外呢我们知道中俄关系当中的另一件大事 就是俄罗斯和中国马上要在地中海举行联合军演 那么这次军演要达到什么样的目的 为什么中俄要选在这个时机进行联合军演呢 白话 对 俄罗斯国防部刚刚宣布中国的两艘 两艘这个驱逐舰还有一艘这个补给舰呢 他们在这个明天就是5月8号呢 能抵达这个俄罗斯的新俄罗斯港 是在黑海附近的一个港口 那么中国海军呢将同这个俄罗斯海军一起共同这个举行活动 来共同这个纪念这个二战胜利这个70周年 然后呢在这个12日呢 这个双方军舰的一起这个出发去地中海举行联合军演 那么这次联合军演呢应该从习近平这次在莫斯科访问呢 可以联合放在一起来看 许多分析人士认为呢 那么这次军演再加上习近平 这次反而一起来出席这个二战这个70周年这个活动呢 可以是对这个西方发出的一个信号 对西方和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 那么对俄罗斯来说呢 就是说俄罗斯他自己没有被孤立 我不怕这个西方的制裁 对中国来说呢 也可以从这个方面呢找到一些好处 比方说这个日美同盟条约 现在日美关系越来越紧密 另外日本这个首相安倍刚刚访问美国 所以说中国呢可以也可以找到一些意图 徐波 好的白话 最后一个问题 我们还是回到习近平访问俄罗斯的问题 习近平这一次访问俄罗斯他要持续几天 请你跟我们简要介绍一下他的行程好吗 对习近平今天是到这个哈萨克斯坦 他在哈萨克斯坦仅停留一天 然后呢8号呢他到俄罗斯 当然这次访问最重头戏还是这个8日 8日他要从普京举行这个高峰会晤 另外两国这个签署的这些协议呢 也在这个8日来签署 那么明天呢 习近平还要从这个俄罗斯的一些老兵呢 和老兵的这个家属 主要是他们的后代呢 举行会晤 就是大约是明天的这个时间 就是习近平大约能从这20多名这个老兵会晤 然后呢他这个9日呢 就是出席红场的这个阅兵活动 当然是一些很多的一个礼仪性的活动 他这个在俄罗斯的访问活动 一直持续到10日结束 然后呢10日之后呢 他从这个莫斯科抵达这个明斯科 开始对这个白俄罗斯访问 当然这次对白俄罗斯访问也非常非常重要 因为白俄罗斯这国家非常非常孤立 那么十多年来呢 这是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问俄罗斯 而且呢世界这个国家的领导人 也很少访问这个白俄罗斯 所以说呢这次习近平访问白俄罗斯呢 对白俄罗斯这个总统 路卡申科来说呢也是非常非常重要 好 谢谢美国之音 祝莫斯科特约记者白话 从莫斯科所做的连线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